大家好,欢迎来到包罗万象第三期 今天这期视频就会让各位受益匪浅 如果你是男性观众,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 但是你是要知道它是什么,怎么选,怎么用 如果你是女性观众,你肯定用不到它 但如果你现在或者未来有男朋友 这期视频能让你心里有底 不至于真发生的时候不知所措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撞羊药 让我们正式开始 和上一期实体玩意的情况很类似 说到撞羊药或者伟哥 没人不知道它指的是啥 而且还会有点羞于其耻 但所谓的撞羊药是一个非常笼统容易误导人的概念 在医学领域我们理解里需要被撞羊的问题 科学点的说法就是性功能障碍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性功能障碍包括 喚起障碍、疼痛、控制射精能力障碍等等很多种 那民间认知里的肾虚的主要体现 阳尾和早泻 事实上分别是勃起功能障碍 简单说硬不起来和早发性射精 那简单的说冲的太快 那这两者正是所谓撞羊药解决的重点和我们今天的主题 同学和医院的科室分类里可以看到 男性性功能障碍是难科的一部分 属于泌尿外科 所以这里首先要破除的第一个误区就是 看到这位严肃医师了吗 性功能障碍是一个很严肃的病 但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意识 现在市面上流传着各种所谓的神油神药混淆视听 一方面可能让真正需要药物治疗的人误入歧途 另一方面夸张的宣传语让没病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不是该补补 那我想说异地和PE有严格的判定和治疗方式 大家不要疑神疑鬼也不能不当回事 那在这期视频里我们不讨论任何所谓的食补或者说保健品 而是作为一个针对异地和PE药物的小科普 得益于韦哥这个非常精妙的翻译 这个蓝色的小药片广为人知 而且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药物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有效成分是西地纳菲呢 又有多少人知道西地纳菲制的是PE还是异地呢 今天我们准备了四种产品 其中韦哥即西地纳菲和西埃利都是治异地的 即硬不起来的时候用 比利进和人出游是针对PE的 即冲得太快的时候用 所以说如果你考虑过买任何一种壮阳药 第一不要买花里胡哨的保健品 第二先弄清楚不同的药是治什么的 那如果是PE的话吃韦哥是一点用没有的 那反之如果是异地 你吃再多的比利进也硬不起来 那另外提一句 这三种药品的价格分别是西埃利一盒4片218 温艾可一盒1片128 利利进一盒3片198 人出游1瓶39 可以看出这类药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 如果你真的需要 不要盲信那些几十块钱的低价药 你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而人出游虽然很便宜 但它并不是药 它是一种外用的喷雾 就像这样 它对有效成分是醋酸滤脊定 是一种常见的杀毒杀菌剂 那是通过麻醉你的皮肤来降低敏感性的 和内服药的肌理和效果都有本质的区别 好了 那由于我不是专业研究这个领域的 那我能做的科普就仅限于此 但是这个视频呢 我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 让他们来给我们做一个更深层的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上一期雷克萨做12岛药物测评中 照片出现过的蔡同学 在我身边这位是我的同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副同学 我的专业是林床荣医学五年制 我曾经在摩都的某三甲医院的密南外科 有一段时间的实习 所以对这方面的也有一些比较浅显的了解吧 好的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定义 能不能简单说一下 就是早泻也好 异地也好 这两者的定义 他们有什么区别 国内还是国际 他们都有关于这个诊疗指南上面 对于早泻和异地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吧 异地的话不能够达到勃起 或者是勃起状态不能够达到满溢程度 然后整个的时间长度呢 是达到三个月以上 就可以诊断为异地 早泻分为原发性和即发性两种 原发性的话就是在初次接触的情况中是 时间是少于一分钟 然后如果是即发性的话 就是时间明显的缩短 然后那个时间少于三分钟 然后不管是早泻还是异地 更强调的话是 这个过程对你的心理和你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造成了一些心理的负担或者对你的生活感情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才可以称为是一种疾病 对就是其实这两者都是算是一种病的 不是说我今天觉得哎呀我好虚啊然后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就不是这样的 早泻和异地在诊断标准中都提供了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量表或者是你的功能状态评估的量表 可以根据这个量表中不同的项目来进行打分最后分数累加 得到的最后的这样一个分数可以判断你的是否有这个疾病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 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定义但是这些这两种病的原因是什么 这两种病的病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一个心理和一个和一个生理上的问题 一个心理的话就是可能是你之间感情或者是生活状态或者是各种精神压力会导致 生理上的话就是病因的话就会有像内分泌比如你的熊激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血管 血管性的原因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气质的原因某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两种状态 是不是心理心理上的问题要比较好解决一些 对心理上的问题的话如果你能够放平放正自己的心态或者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调整 必要的话还可以去找一些心理医生进行咨询是可以比较好来进行解决的 咱们来说说药先抛去外用的不说就是内服的这三种它们是怎么起效的 治疗ED的药它其实两个药的主要成分本质上是类似的 都是一种叫做PDE5的抑制剂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分子生物学上说的一氧化氮通路 在需要勃起的过程中是血管的平滑肌细胞是需要一氧化氮作为一个第二性使刺激的 在一氧化氮刺激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GMP到CGMP的一个转变 然后CGMP会被我们体内的PDE给降解掉 这个药物其实就是PDE5的一个抑制剂防止CGMP被抑制 然后CGMP一直处于高位的情况下你的血管平滑肌就会维持梳妆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的海绵体就会维持在一个冲雪的状态 简单通俗来讲的话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的CGMP水平是一个水池 然后我们人体在不断的产生这个水池就在往里面灌水 然后也会不断的降解这个CGMP相当于在水池在放水 那么我们这个药物相当于是把这个放水口给堵住 这个水池就一直处于一种冲盈的状态 而海绵体就一直会处在一种冲雪的状态 至于利弊镜它主要是五腔四胺再吸收的一个抑制剂 它主要是抑制神经的一个兴奋 抑制一个突出前膜的兴奋性使它的这样一个预值升高 动作电位发放的预值升高之后 你对应的这种射精的预值也会升高 然后就会使你延长你的整个性生活的一个时长 但是早些的前提是你有这样一个勃起的功能 所以这两个药实际上是不同领域的两个药 然后这两个药在临床使用中还要涉及到 这两种药在人体代谢的不一样 像万艾可的话在人体内的半摔期 就是它在人体内的代谢是比较快的 在三个小时左右 CLE它的代谢就相对比较慢 它可以作用更长的一个时间 17个小时左右 还有就是关于这两个药平常在临床使用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这两个药跟硝酸甘油是不可以合用的 硝酸甘油是一个常用的治疗心脚痛的一个药物 会造成体位性低血压之类的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一定要禁止使用 另外一个外用的那个人猪油它是怎么说的 它所含的主要的成分是一种麻醉剂 就像我们平常手麻了之后 就是感觉就感觉就减弱了一样 所以也能够延长你什么的时间 那其实如果我们去网上搜 很少会直接跳出这种药 而是会跳出很多就是什么 什么祖传秘方啊 什么南美 什么神奇的折纳之类的 是用这种药呢 还是那种外服的 还是那种配方啊什么 如果你是从一个正规的药店买到的 经过了CFDA的认证的话 这些药基本上是证明是有安全性的 但是如果你说就是某个偏方 或者是某些草药的话 确实里面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这些草药很可能会含有一些 对于肝肾有毒性的物质 或者说这些草药的成分 根本就没有经过适当的科学验证说有效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说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或者是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应该求助的是你医生 而不是说去网站上面搜一些很奇怪的配方 那我们能讲讲历史吧 就是这两种药是怎么被发现的 然后它们有什么故事吗 万爱可的话 它的发现倒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的 它最开始发明出来 是作为一个抗心脚痛的药物 来进入到临床实验中进行应用的 但是药物实验的结果 是它对控制心脚痛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在临床实验结束了之后 参与了临床实验的很多男性病人 就纷纷来继续来找那些进行实验的人员 来要这种药 根据他们的反应呢 是这些药物能够明显地提高夫妻生活的质量 本来这个生产万爱可的这个公司 因为临床实验失败已经要濒临倒闭了 但就是靠着这个蓝色小药丸 一下子就咸鱼翻身 一下子成为了非常大的一个药物企业 感觉跟可口可乐有点像 也是发明一个药发明它有别的用处 相信大家最感兴趣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能干什么来预防这些问题呢 生活方式上有一些建议的话 就是要戒烟献酒 以及避免久坐的生活方式 相信屏幕前的很多都是喜欢坐在家里玩手机玩电脑 但是久坐的话其实对于你的血液循环并不是特别的好 从心理病因来说大家就是要放平心态 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感情也好 或者是各种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那吃的方面呢 比如说我天天吃油炸食品 天天吃快餐这种 你吃这些食品可能会导致肥胖问题 然后肥胖跟这些问题的发生也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其实像这些病 他们的从流行病学上来讲 他们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还是相当低的 我想屏幕前大部分应该还都是年轻人 会偶尔发生一次两次这样的情况 其实并不需要太过焦虑 真的发现自己有情况的话 还是去正规的大医院找医生进行相应的咨询和治疗 而不要光看网上搜到的各种的结果 还有就是要警方一些在网上打广告的一些莆天系的医院 也是要注意还是要小心的 好的听完刚才的回答 想必各位都对这三种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那我已经把检测PE和异地的量化表格放在了评论区的置顶 大家可以留一份以备不适之需 然后我想说 现代医学是建立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的 对于有没有病的定义很清楚 不是你自己感觉出来的 另外就算真的有病 那也有针对性的药物 所以说我们要做到不盲从盲信 学会自己搜索和审查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会做一个三种药的口服测试 当然了不是为了测试药效 而是为了测试它的副作用 蔡同学和副同学虽然对EDPE的机制比较清楚 但他们也没有明确的关于服用后的感受的资料 所以说 古有神农长百草 今有UP主测药 来吧 好的开始之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说明书 他们每个药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 文艾可的说明书 规格 对于大多数患者推荐剂量为50毫克 基本上它半个小时就会生效 每日最多服用一次 头痛 潮红 消化不良 鼻塞 头晕等等 这些都是不良反应 6个小时之后就基本上代谢完毕了 好那我们从外壳开始 它推荐其实剂量是50毫克 但是这一片是100 但我觉得我三分之一就好了 我又不是为了要干什么 那我们就简单咬三分之一 好的过了4个小时基本上外壳应该已经代谢完了 但是现在我先暂时不说我的感受 因为我们还有两种还没有试 而这两种的代谢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过两天等我测试完了再说 好的那么过了几天我们把这三种药都测试了一下 因为要避开它的代谢的时间 然后呢我在手机上已经把三种感受都记了一下 然后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首先是温爱可 那这个的话他吃下十几分钟之后 就明显有那种你吃了这个药 他才开始发作的感觉 那主要表现在就是他会让你的头有点胀 然后有一点晕但是不疼 然后就类似于你喝酒喝到三分醉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晕乎乎的 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就基本上所有感觉都消失了 就跟没吃过一样 那同时呢身体也并没有不受控制 就你们懂的对 然后是西埃利 西埃利刚才因为说到他的这个代谢时间更久 然后我吃下去之后我吃了大概是8毫克左右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无论是刚吃下还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就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最后是比利进 比利进是发酵比较慢一点 大概40分钟以后开始会有一点轻微的发热 就是尤其从脖子到头的这个地方 然后心跳有点微微加快 然后有一些心跳感 就感觉身体里有些热量 就感觉像是喝酒到四五分醉的时候 或者说就是你在脑力运动的时候 那种头脑飞速运转的那种头脑发热的感觉 此外还有非常轻微的就是困意和迷糊感 但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的不良反应 所以说那总结一下就是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 它只是一种药而已 最后想说的是就是我这只是一个副作用反应测试 如果大家想知道药效的话 我相信肯定有大神了解过 所以说你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 对吧但是注意不要开车 对 好的那么总结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误解 都是源于信息不对称 在互联网时代似乎接触信息越来越方便 但想要看清一个事物的本质也越来越困难 人们往往懒得花时间去搜索隐藏在网络深处的知识 而是越来越多的选择被动接收信息 比如说刷微博刷抖音看自媒体 大家的节奏都越来越快 心态也越来越浮躁 而这些追逐流量的平台会主动提供给大家的 往往只有耸人听闻的标题片面夸大的推送内容 这就更导致了像实体娃娃万爱可这种药物被人误解的越来越深 大家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 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套的不是猜测和异端 而是科学和实践 无论哪个产业都有许多基础科学 数据和科研人员的支撑 所以产业不存在高低 领域也不存在哪个就比哪个下流 这也是我包罗万象系列选题如此跳跃大胆的原因 不过没有关系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系列 以后我还会给各位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温翰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 selon您 il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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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by bwd6